观此世界极众生身 皆是望远风力所转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流离光法王子 即从做起 鼎立佛足 而白佛言 我亦往西惊横煞结 有佛出示明无量生 开示菩萨本觉妙明 观此世界极众生身 皆是望远风力所转 这流离光菩萨 流离是一种青涩的宝物 因为这个菩萨过去的福德根智慧的招感 他身上经常放出青涩的光明 犹如流离内外明彻 所以叫流离光 他这个时候鼎立佛足而白佛言 我回忆往西如恒河沙结的时间 有一尊佛出现于世 这一尊佛叫做无量生 这尊佛为什么叫无量生呢 他因地的时候是观想风大而成就原通的 所以叫做无量生 这尊佛经常开示诸大菩萨跟弟子们 要好好地去观照本觉妙明之理 本觉指的是我们众生本具的真如佛性 就他的体来说的 妙明指的是他的像 这个妙指的是寂静的意思 所以这个真如佛性的像是寂而长照 照而长计的 所以偶艺大师说 本觉妙明是本无动转 开显如如不动之体 就是在生命的变化当中 你要经常观想 在变化当中有一个不变化的本觉妙明存在 而你的心就以这样的一种不生不灭的本觉妙明 在这个地方安住 这是一种空观的智慧 再看假观 观此世界及众生身 皆是望远风力所转 这个世界是一报 这个众生是正报 在本觉妙明的清静本体当中 为什么会有世界 会有众生产生呢 这就是一种虚妄的无名之风所动转 就是我们一念的无名之风一吹 就产生了世界 产生了众生 产生了业果 本来无遗物 何处惹尘埃呢 心一动以后就有尘埃出现了 这个是假观 无量生佛就开示菩萨 以空观来照了本觉妙明 以假观来照了望远 风力的因缘 而产生了九法界的世界众生的差别 这是讲到这个古佛的开示